最近Windows展圈算是比较平淡 唯一机器我兴趣的就是这台搭载了AMD最新的8840U的GPD的新版V迷你 从纸面参数上来看 8840U就是7840U穿了个马甲配上了AI 但是经过各大UP主实测 8840U在低功耗下的性能相较于7840U有所提升 这点令我兴奋不已 但是拥有敏锐洞察力的我仔细观察之后 发现了一些问题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对比一下7840U与8840U的游戏性能 再来详细对比一下新老版本的V迷你 看看新版有哪些升级的点 看看老版本用户是否值得掏钱升级 欢迎来到风风的频道 首先呢我还是要先表来一下我对于这台设备的喜爱 它是我近几年来最喜欢的电子设备之一 大家从我这个武装到底裤的全套保护就能看出 外壳啊贴纸啊屏幕贴膜啊保护包啊大全套全安排上 当然这个喜爱是建立在我对掌上电脑的情怀 对于运掌机键盘的刚需 以及对翻盖设备的偏爱的基础之上 如果屏幕前里你跟我喜好相投 前里建议你先去看一下我的2023版Vmini的测评 非常详细 在外观方面2024版的Vmini与2023版几乎完全一致 比较明显的改动就是肌屁股部位的接口 2023版G7TF卡插凿上方的奥克林克接口 可以高效外接显卡 而2024版G7战这个接口换为了3.2G2的UZB-A口 这个操作我是非常认同的 我平时除了测试是几乎没有使用奥克林克接口的习惯 原因有三点不能热插拔不能供电线材一应 换下GPU另一次的USB-4接口可以更加方便的外接显卡 虽然会有一定损耗 但是方便对我来说更重要 那么Echo的意义是什么呢 常规的可以想到的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平时带着这个小东西出门 为的就是可以随时随地应付 只有用电脑才能完成这个操作 那么Echo的加入就会让我更加有安全感 可以覆盖更多需要外接的设备 另外EA2C10Gbps速率起步 40Gbps封顶的接口配置 放在这么小的设备上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 非常极客 如果 我说如果下一代能再塞进去个SD卡插扫 梦中情机 睡觉我都在搂着它睡 本次第二大升级的点就是这块原生横屏 它使用了阿莱同款的1080p 120Hz IPS触摸屏 我也是测了一下 亮度与色域覆盖情况与阿莱几乎一致 并且全亮度DC调光 也没有频闪问题 不过出厂色准一般 我顺便制作了6500K的校色文件 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 我知道大家对原生横屏这件事情比较看重 但实话讲 对于纸板运掌机是不是原生横屏我不是特别看重 因为我已经非常熟悉各种因为原生竖屏导致了问题的解决方法 对我过不成使用障碍 但是这可是一台我最喜欢的掌上电脑 是一台迷你游戏本 作为一台合格的笔记本电脑 我希望它是正常的横屏 换句话说 我希望这台机器是最完美的 这就是原生横屏对于我来说 对于喜欢这台机器的我来说最大的意义 但是横屏确实会减少很多bug 使用起来会更加舒心一点 对于刚刚接触Win掌机的朋友更加友好 另外原生横屏也能够更好支持AMD的AFMF插针技术 只不过这个技术目前还不成熟 屏幕方面除了原生横屏 这块屏幕还支持AMD的可变刷新率技术 我一直在听大家说可变刷新率的40帧 要比没有可变刷新率的40帧流畅 我个人是感知不太明显的 我尝试拍摄了一下 同一款游戏相同功耗 尖二者帧数多锁定至40帧 如果大家可以开启60帧视频的话 可以自行感受一下 我们再放开帧数 让帧数在40帧左右波动 大家再来感受一下 除了可变刷新率 这块屏幕的触品也是更加灵敏 盲猜是触控散映率相比2023版更高一些 有ROG阿莱的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它的触品 跟2024版Vmini很接近 都非常灵敏 非常跟手 还是有一定体验提升的 除了上述几点 官方还在推论中强调了 2024版机器由于去掉了DP转MIPI芯片 降低了整机的功耗和发热 针对这一点我也进行了双烤测试 可以看到在最高20W TDP下 二者的核心温度几乎相同 2024版要低上1-2摄氏度 而四面发热情况 2024版要高上一丢丢 应该是受到了贴纸的影响 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屏幕中心去 2024版会来到40摄氏度 有明显的发热中心 而2024版屏幕中心 没有发热的情况 这个应该就是前面提到的 那颗屏幕芯片 对于8840U 我们重点来测试一下 它在各个功耗下的游戏表现 看看它是否真的有提升 首先来看一下 极限一点的4W TDP 在死亡细胞中 给8840U4W功耗 游戏帧数就会来到100多帧 而此时7840U仅有不到60帧 如果给8840U5W功耗 整数就可以来到170多帧 而8840U仅有120多帧 乍一看的确8840U在低功耗下提升巨大 但是我们来观察一下 此时的整机功耗情况 两台机器都为90的亮度 经营状态 电视策略都为平衡 可以看到无论是4W还是5W TDP 8840U的整机功耗 都要比7840U高上2W左右 我猜这应该就是 8840U帧数更高的原因 如果给7840U7W功耗 它的帧数也会来到170多帧 但是此时7840U的整机功耗 要高出不到1W 在12W TDP以下也是相同的情况 在2077中 设置1080P低画质预设 开启FSR平衡档 8840U帧数要比7840U高上3帧左右 但是整机功耗也要高上2W左右 在15W与20W TDP以下 情况要更加不理想 在幻影大背后2中 设置1080P低画质预设 8840U与7840U帧数基本持平 但是8840U整机功耗 仍然会比7840U高上2W左右 20W下的2077也是相同的情况 看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对于8840U大失所 觉得还不如7840U 但我又拿15W的8840U 和17W的7840U做了一下对比 大家可以看到17W的7840U 的确要比15W的8840U高上 那么2帧左右 但是这个时候 7840U的整机功耗 也要比8840U高上不到1W 最后我又拿14W的8840U 对比了一下15W的7840U 可以看到14W的8840U 帧数要低上2帧左右 但是此时二者整机功耗 仅相差不到1W 所以我如此严谨的测来测去 得出的结论就是 游戏性能包括能耗比 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在意的变化 这2到3帧的帧数 对于游戏体验的影响 这2W左右功耗 对于续航的影响 都可以算进误杀范围之内 总之呢 会已经替兄弟们纠结完了 兄弟们就安心玩 对于8840U与7840U的游戏性能 不需要你再去纠结这些了 不过要提醒一下大家 8840U的AI算力 相比7840U有巨大提升 如果未来游戏中 融入了AI功能 8840U一定会比7840U 表现更好的 可以占未来 真诚地说 如果GPD不给我送机器的话 我也会因为更好的屏幕 因为Echo的加入 因为最新的8840U芯片 自套药包换上一台了 但是自套药包购买 并不意味着 我还会出这个 耗时耗力熬肝伤身的视频呢 所以长家朋友们 该送还得送啊 那个我喜欢顶配 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 我的粉丝朋友们 我爱这台机器 并不代表着你也会喜欢 它也有着它的不足之处 比如原装状态下 20W的性能释放 比如高负载时 较高的机身温度 再比如不进入人意的电池续航 再比如未加握把 使得平民无奇的手感 等等的 只不过这些不足 我都不在乎 我对于它的形态 它的集成度 它的性能 等等的喜爱程度 已经远远覆盖到这些不足了 所以想清楚自己的需求 理性消费 好了 下面是本期视频的 全面的朋友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记下 记得关注我们的方方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